Banana Buddha 焦佛 Yellow Fever 越說越好 好道可以成為世界冠軍 假如是每個人其實都 可以去製作一張紙 你要如何去脫穎而出 讓你的紙跟別人不一樣 那就是在細節裡面 Life is for a possibility 就是打開了更多門 就是你看 就是連劇的總統府也是一道門 其實也因為了這個節目 巴黎奧運室之前 我在廟裡辦了一個秀 他其實出版了一個認識 所以才邀我去 所以不是因為盧保羅得獎了 就是因為他們在更長之前就有我 他們真的有眼光 這一切的一切 我覺得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種 什麼 什麼叫變裝皇后 什麼她是冠軍 什麼她還進了總統府 什麼她接下來還要去巴黎奧運館 什麼東西 就是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 先跟大家解釋為什麼我會說 今天要穿黃色的衣服 是因為你在盧保羅秀裡面 掀起了一個香蕉旋風 因為你給自己設立了一個香蕉邪教嘛 對 你說自己是 Banana Buddha 焦佛 Yellow Fever 這是一個你的策略嗎 我不知道 我覺得就是我把喜歡的東西 就是很consistent的去做 然後它就會變成我的形象這樣 因為它真的對我來說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聰明的策略 老實說 因為參加變裝秀一字排開 然後大家一直變裝 有些人有化妝你認得出來 他沒化妝你就會覺得他是另外一個人 所以我要不斷的在那個節目裡面 辨識誰是誰 對 而且他們有不同的種族 然後大家名字又超難記的 因為他們還有本名 然後還有藝名 就像你有本名 你有藝名 以至於如果還有16參賽者 我就要記32個名字 然後呢如果你們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服裝的話 我就要記每個人不同的樣子 但是你用黃色很清楚的讓別人記得了你 欸我覺得你很聰明欸 因為我覺得上了這個節目 畢竟這個節目其實已經有很多國家都在拍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如何在長期以來不被忘記 或是可以持續就是有一個聯想點 然後我覺得很 我意識到真的很成功是 就是有一次在機場 然後就是在搭飛機 然後就是有一個差不多40中年的女子 他就跑來說欸你是有上電視 就是你是那個什麼香蕉跟黃色 然後他事後就開始問我欸你的名字是什麼 我就意識到喔他原來不知道我是誰 但是他知道我是誰 殺氣得你 對對對 然後就是我也是穿了全身黑 然後或是別的顏色 然後就是我以為沒穿黃色 就是不會被認出來 然後就是我手機有一個黃色的香蕉的吊飾 然後他們就是透過那個吊飾把我認出來 這樣子 一步一步的朝向你的夢想前進 而且你真心的走到那個地方 甚至比那個夢想走得還要更遠 我覺得這是最神奇的事情 更遠真的就是走到總統府 那個真的是夢想中根本沒有辦法想像出來的東西 就是你知道大家可以在那個網上Google一下那個畫面 就當你整個黃色從那個樓梯上走下來的時候 我會有一種哇 全世界你數得出來就是有一些總統府邀請變得不好 我想白宮都沒有發生過這樣 一定沒有啊 你問盧寶羅有去過白宮嗎 一定沒有 你下次直接看到他本人你就問他說 欸 Have you been to White House? You know what I did in Taiwan? 可是你帶著這個能量 走到了一個讓世界可以看到你的地方 我覺得那個是很神奇的事情 但我比較好奇你是怎麼走上 你決定要成為一個Drag Queen的 那時候就是因為在英國的環境 他們那裡就可能比較多會齊裝異服的人 所以在那個環境之下就是 有知道變裝皇后是什麼 好像沒有一個moment說 喔 我今天就是一定要當變裝皇后 就是因為在英國的時候就是有開始慢慢在化妝啊 然後去探索這一塊 然後回到台灣在當兵的時候就是 有一個念頭是說我想要開始表演 我想要開始以變裝皇后的身份去表演 然後就是去做了這件事 但是沒有說喔 我今天要當Drag Queen 它是一個很自然而然的發聲的感覺 就是因為你有持續在做 它會越來越成熟 那你就會越來越熟悉這個東西 那你就會越做越好 越做越好好到可以成為世界冠軍 一定要啊 你給我講那麼小聲 我覺得從小到大我媽給我的教育就是 一要獨立 二細節藏在 魔鬼藏在細節裡 細節也藏在魔鬼裡喔 它就會一直叫我去注重那個細節 假如是每個人其實都可以去製作一張紙 你要如何去脫穎而出 讓你的紙跟別人不一樣 那就是在細節裡面 就是所有東西都在細節裡 你要如何去 就算是0.02的差別 那你都要去做 因為那個0.02就會從一千個裡面去變得不一樣 但是你現在覺得你登上了另外一個巔峰的那種感覺嗎 還是你在期待另外一個更大的舞台呢 巔峰喔 因為老實說變裝皇后秀你還想要去下一個level會是什麼 應該說我看世界的方式 可能對我來說這個節目也不是說一個巔峰 它只是一個讓你可以開啟更多的選項 或是給你更多的機會的一個 那叫什麼 跳板 跳板 Life is full of possibility 就是打開了更多門 就是你看就是連聚的總統府也是一道門 就是也因為了這個節目 巴黎奧運室之前我在廟裡辦了一個秀 那他其實主辦單位也認識我 所以才邀我去 喔 所以不是因為盧保羅得獎了 不是 不是 就是因為他們在更早之前就有問題 他們真的有眼光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跳板 然後它打開了更多的可能性 因為我覺得我這一生可能最有興趣做 就是如何去找到新的合作方式 如何去跟不一樣的東西去做結合 藉由把這些傳統工藝跟皇后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就是對我來說就是有點如何把傳統工藝帶到一個 現代年輕人可以吸收的方式 我覺得可以藉由變裝把美的事物帶給大家 有點啟發大家去活出最漂亮的自己這樣嗎 因為我覺得很有趣的是上了節目之後 就是很多回饋的聲音就是 就是OMG你啟發了我開始想要做衣服 然後這種就是啟發了我想要做什麼什麼 我覺得都是蠻好的就是 真的可以藉由妮菲亞就是傳達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去做創作 然後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給大家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